老闆无缘无故解雇我 又不给我值钱费 难道我只能忍气吞声吗 再无问题无法解决 银行又要对我强制执行 生活要怎么过下去 我爸爸被车撞了 人躺在医院离婚迷不醒 对方耍赖不赔钱 我该怎么办 警察先生 我没有卖毒品 我是冤枉的 我可以找律师帮我吗 我被老公打 我想要跟他离婚 又没有钱请律师 要怎么办 只要您有法律问题 就让法律辅助基金会 来帮助您 欢迎收听 空大桥 法律你和我 空大桥 你我都有福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法律辅助基金会 板桥分会会长薛清风律师 您现在所听的节目是 由空中大学 与法律辅助基金会 联合制播的 空大桥 法律你和我的节目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一位很资深的律师 之前也担任过法官 来为我们聊一聊 现在台湾社会的一些犯罪的情况 我们现在先请 简为人简律律师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简为人简律师 简律师 我想请问一下 但我们现在在社会上 有很多种的情况 社会新闻一大堆 那像前景天也有这个民心吸毒的情况 那也有很多的这个酒醉的情况 那也有一些毒品的案件 也有一些 更多是很多青少年的网路上 所设犯的犯罪 那就您所知 您觉得现在台湾社会 究竟犯罪的情况的类型 有哪一些 你可不可以跟听众来说明一下 早期啊 早期啊 台湾社会比较常发生的 刑事犯罪类型 最主要是窃盗罪 就是小偷 那例如伤害罪 就是打架闹事 或是一些这个伪造文书 那近期啊 因为新的一个 一个社会的活动 或是新的一个资讯 会变成不同的犯罪形态 例如说 喝酒 喝酒啊 喝超量的酒 然后造成啊 这个社会公共的一个危险 就是说不能安全驾驶 这个交通工具 或是啊 这个驾车啊 造势逃逸 例如还有就是说 也会利用一些网络的犯罪 来这个 利用网络的这个工具啊 来犯罪 例如说 这个公然侮辱会毁谤 也许一般人不了解 就是说你在公共聊天室里面 只是批评一个人 或是批评啊 某一件物品 那你可能啊 就会造成啊 这个公然侮辱或毁谤 例如说 你在这个 在这个 你只是说 要交一个异性朋友 甚至啊 只要跟他有一夜情 那你只是写一个 一般来说 有个言交 你只是写一个 圆 圆柱的圆 甚至啊 现在法院的见解 你啊 即便不是写圆柱的圆 你只要写一言两言的圆啊 他就认定你就是要跟人家言交 那这个就构成啊 这个 引诱他人啊 为这个 性行为 也构成犯罪 所以这个啊 就是比较新的一个犯罪类型 是 谢谢简律师哦 那 现在的犯罪类型 像简律师说的 可能跟以前的情况不太一样 在我印象中 以前的确是 所谓的这个 财产犯罪比较多啦 包括说窃盗啦 诈欺啦 或者是公司背信啦 甚至有一些 强盗啦 抢劫啦 这一类的 这个犯罪 感觉在以前的社会是 尤其是 不是工商社会的时候 是比较多 那现在到了这个 我们开发的工商社会里面 感觉起来很多的犯罪类型 其实在跟之前是不太一样的 尤其像简律师有提到的这个 网络 网络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尤其好像是很多的青少年也好 或者是很多的科技新贵也好 常常在网络上 设犯了一些罪 而不了解 而不清楚 那像刚才简律师说的 圆啦 各方面啦 这个好像有很多像性交易 各方面也是在这个网络 网络的网络里面来发生的 对 没有错 就是说 基本上在网络世界里面 就是一个整个 一个实际的一个 就是说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任何形态的犯罪 在网络都会构成 包括诈欺 包括这个恐吓 包括侮辱 所以它事实上是一个 具体而为的一个社会 所以基本上都构成 而网络犯罪 基本上它有 以下的各的特性 基本上它是一个 有一个 就是说 它利用电脑 利用一个网络 来做一个工具 所以它的一个 有一个地益 就是说 时间 就是说可能隔一段时间 也就是说 行为的时间 跟行为结果的时间 可能有一段距离 或是说 它的一个犯罪的对象 或是它侵害法义 就是我们法律人都讲说 侵害法义 就是说 它的犯译的 法义的对象 会非常的多 会非常多 所以等于是说 一个打枪 就可以造成很大的 一个 的伤害 是 这个样子 不过现在的 我看很多青少年 或很多科技 人士 他在使用网络的时候 好像反而没有注意到 这一点 好像以为网络 是一个虚拟的世界 所以好像在网络上 大家的言论都 无所禁忌 要批评 要甚至是诬陷 甚至把男女朋友的 以前交往的裸照 各方面 一些所谓不堪入耳的照片 都 PO上这个网络上面去 那这个情况 您觉得 我们应该 在使用网络的时候 要有哪一些注意 所以刚刚主持人 讲的非常对 就是说 我们一般人都会轻忽 这个网络的一个使用 这个规范 就是说 我刚刚跟大家说明过 就是说 你也许在批评一个人 或批评一个物 或批评 你批评一个物品 说这个物品不好 那你可能 就对这家公司 造成严重的商议 那造成商议 就有毁谤或侮辱的一个问题 你在批评一个人的时候 你不轻易 说这个人怎么样 笨蛋或怎么样 这个都构成犯罪的 所以刚刚主持人 讲的非常对 就是说 网络基本上 就是啊 我们在强调 网络啊 也就是一个 具体而为 它也就是一个 等于一个社会 整个社会的活动 所以啊 这个我们 各位听众应该 特别注意小心 是 所以呢 我们如果听众 是年轻的朋友呢 或者是 常常使用 网组 网络的这些网民啊 那我们在使用 网络的这个 网络的时候呢 应该要特别的 留心和注意 其实 虚拟的世界 也总会跟现实的世界 尤其现实的法律规范 会相 冲突跟结合的 这点大家注意一下 那另外我想要请问一下 这个简律师 其实咯 其实现在 毒品的问题 想在台湾社会 长期以来 从以前的 马啡 安非他命 甚至是海洛因 各种样的毒品 不断的 不断的在台湾社会 流窜 现在的毒品的类型 是更多了 那卫生署 法务部一直在公告 新的这个 毒品的范围 那在这种情况 你可以看一下 究竟台湾社会 就往这个 毒品的这个 泛滥的情况 到底是怎么样 那个 就是说 我先跟 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说 我们毒品 有四个 他就是说 针对他这个 毒品的种类 有四个形态 一个最严重 就是海洛因 或是 麻灰鸦片 这叫一级毒品 那第二级毒品 就是安慰他命 判大错行 然后另外 还有一般 黄间青少年 会使用的FM2 还有一些 就是说 这个 立刻 就是说 立刻 让人家有昏迷 或是立刻 让人家睡觉 这种 三四级的毒品 事实上 在早期 最主要是 这个 海洛因 跟安慰他命 比较 这个 比较多 那心形 一些年轻人 可能为了一时的享受 或为一时的一个目的 就比较使用第三级 跟第四级的毒品 那基本上所有构成 就是说你贩卖这些毒品 我们台湾的法律 对毒品 如果说有贩卖的行为 是非常的严重 第一级 第二级毒品 甚至第一级毒品 它的处罚最轻 如果说有贩卖的行为 可以到无期徒刑 可以到无期徒刑 而且最轻本性 就是无期徒刑 所以非常的严重 那即便是第四级毒品 它也可以判到十年 所以非常的严重 就是说 但是我跟大家再提醒一下 就是说 因为我在陶渊法院服务过 以前陶渊法院 就是会处理一些 就是说 运输贩卖毒品 就是说 也许 你帮人家在 就是说你坐飞机 如果有朋友 不是朋友 就不认识的人 委托你 带一些东西 带一些物品 各位听众 绝对要注意 绝对不能 为了说 因为这个人好像长相不错 外表不错 或是你要表现出 你很开的 或是表现出 你很有你遗骂 或是要帮助人 绝对不能帮他拿东西 因为我们在食物上 除非你能证明说 后来如果说 你带的东西是毒品 那非常严重 是无期徒刑 那一般来讲 很难推翻 如果说 那个委托你带的人 那个东西 确实是毒品 你要推翻 就我了解 好像没有 因为 就是说 你抗辩说 这个 这个是某一个人 委托你带这个毒品 是某一个人 但是你 你去做这个抗辩 成功的 所以我是 希望各位 听众 还是要特别注意 这个一定 绝对啊 不要帮人家拿东西 除非是非常好的朋友 你要留下电话 留下地址 是 是 其实像刚刚 那个简律师 讲的情况 我也遇过一个案件 他也是 在身体上 就绑了一块 海洛因砖 就进来的 就是年轻人 一般 结果后来所有的责任 都他担 后来法官是 估念他说 毕竟年轻 还不满20岁 但是他的代价 也不过就是 委托他的人 只让他在国外玩了一下 给他20万 结果他回来 在中央警察绑在身上 马上被查获 就换了一个17年的徒刑 这样的代价 我想是非常的高 据我了解 好像 就是说 曾经有个案例 他是日本人 他日本人 他也是 康便说 帮 也是说 帮不认识的人 携带物品 结果 就是说 因为这个案子 比较国际矚目 所以就 把他那一趟飞机 所有乘客 都来 都来查他们 有没有前科 所以 查出来的结果 好像有几个有前科 那个法官好像后来 就是说 因为很多人有前科 很多人 因为你如果说 要证明你无罪 应该是说 确定哪一个人 是委托你带的 他就 法官就认为说 那么多人有前科 他们可能是犯罪集团的 或怎么样 所以就认为说 因为一定没有人要承认 那几个人 掉来问 所以就认定他无罪 就我了解 这个还蛮 这个的确是一个很特别 比较例外 对对对 尤其在桃园事实上 发生最多这种 国外运输进来的 像我刚才讲 那个吸带毒品的 夹带毒品的 大概 因为机场在桃园 所以一般桃园 法院 处理这样的案子 我想应该是非常之多 不过解律师 那我们讲到图品 就是说一般会想到 因为现在社会上 也很多的民心 现在民心 除了买卖之外 那吸食以后 如果被警方或者是法院所查获 或检察官查获的话 会面临到怎样子的程序跟他的责任 是否可以跟听众来说明 就是说如果说他指示 今天如果指示 单独的吸食 在这个 刚跟大家说明过 就是说第一集 第一集就是说海洛因还有麻灰 它还有第二集 安威他命还有大麻 这个是要可以先热戒 就是热戒 但是你热戒 第一次还是用热戒的方式 热戒不能超过两个月 那如果是第三集跟第四集 第三集就FM2 还有一些 例如就是一粒丸 就是说立刻让人家睡觉 就是说有点安眠的作用 这个部分 就是说是用华言 还有讲习 华言跟讲习 但是如果有再犯的状态 如果说是第一集跟第二集 有再犯的状态 他还是要处以有期徒刑 还是要处以有期徒刑 是是 这是指稀释 但如果说我刚刚讲过 贩卖或是转让 这个行度都非常高 是是是 所以如果各位朋友呢 如果有接近到毒品的时候 或者有这样子的朋友的时候 你们要特别小心 因为不小心就会牵扯到 一个严重的犯罪 各位听众 现在先让我们休息一下 各位可以喝口水 待会我们会再进行更精彩的访问 待会的主题 会是有关于其他财产犯罪 他的发生及原因 来跟各位做个探讨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法律辅助大家都幸福 这里是空大桥法律你和我节目 由法律辅助基金会 与空中大学联合直播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法律辅助基金会 我是法律辅助基金会板桥分会会长 薛清风律师 我们现在邀请的来宾是 资深的简为能简律师 来跟我们谈一谈 现在台湾社会 可能发生的各种犯罪的案例跟情况 简律师 大家好 那我想延续刚刚的犯罪的情况 现在台湾还有很多财产的犯罪 包括诈欺 诈欺我想是台湾民众 现在大家最胆胆精心的 每次接到电话 就说检察官来积押 要拿担保金 或者是说警察要调查案件 你的钱要先汇到某一个账户里面去 这样子的犯罪类型 已经越来越多也很多的民众的受害 那想要请问一下这个简律师 到底我们要怎么去预防去判断说 到底这样子的情况怎么样是一个诈骗 或者是一个诈欺的犯罪 其实我们从最近 菲律宾政府遣返 我们台湾有关于犯罪集团 到大陆这个案例可以了解 就是说 这种诈欺的囚断已经演变成跨国际 他的目的最主要是说 这个意义隐藏他的一个唤醒 那事实上 这个有关于这个诈欺的方式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包括大家都知道有假退税 假退会 或是说发老人年金来争扎财 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件事 例如也有就是说 例如说有些会 谎称说协同已经被掳走 然后就来来骗你 骗你把钱汇到哪里去 不然要对他不利 或是说有些会尾随民众的车辆 就是说这个尾随 被拖就是说那个违规 被拖掉 那他会把警方所留的 混笔资料把它插走插去 然后再来这个 来跟你炸材说 他现在车子在他身上 还有也会就是说 例如说他窃取被害人的基本资料 直接用电话来跟你恐吓 有时候就是说 这个案例就是说 他会很了解你的一些基本资料 甚至就是说会恐吓你 就是说你某些行为 可能认为说你曾经得罪什么人 或是跟人家发生什么事 但是每个人加加减减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 跟人家有一些恩怨 你如果说不费多少钱 就让你断手断脚 而且他对你的基本资料非常熟悉 你说某某人 某某人的名字某某 例如说某某人的一个 假如说王老五他 他几个妹妹几个弟弟 或是他的小孩子的名字 叫什么他都可以叫得出来 让你信以为真 类似这个样子的一个犯罪形态 非常多 例如还有一些就是说 他在网路上 网路这个卖东西 一开始这个货把你装成很好 事实上是挂羊头卖狗肉 也就是说以类品来充速 交易完成后即避而不见 另外也有就是说民众为了贪图方便 有些不孝分子在这个游乐场或临时的市集 放假的提款机 让民众就是说 以为这个是真的提款器 然后使民众置入信用卡或金融卡后 发行测入的密码 并以道路存款 另外也有房间电视新闻常报导 就是说以这个一般有些民众的贪恋 他们用两人或三人一组 用这个扮猪吃老虎 或是移花接木的方式 这个用假钞或假金士来榨财 这个事情也是美里常报导的 另外也有一些用一些公司 这个就是说我们社会上所称的一些 把它票就是票计榨期 在云郎开立这个支票 事实上这个支票是不会兑现的 用来清偿借贷或债户 也有来稀设行号 以另外一种犯罪例 就是稀设行号 以就业为耳来榨起 也就是说你来找工作 要榨起这个要缴一定的保证金 它事实上如果说人数众多 它的保证金就多 这个也是一个方式 另外也是就是说这个恶性 用恶性倒闭的一个诈期 也就是说它一开始 详称它的公司营业 跟财务状况良好 那它基本上是会用假的一些营业资料 或是假的一些这个书面的质量 做一些大吉进货或借贷 但是事实上是化整为零 就等货进来之后 钱它都没有交付 那就把它就宣告倒闭 另外也有说 就是例如说我们房间 一些民间的互助会 它会养会 以养会的方式 然后就是在用伪造文书 也就是倒标 就是说让每个会员都不了解 然后就把这个汇款 这个减款逃走 当然还有很多 例如说保险诈欺 会伪造一些不实的一个 不实的一个事故 或是说有一些道德危险 也就是说 金手使事件 对这也是一个方式 事实上很多 但是就是不耽误大家的时间 对 简律师其实讲了非常多 真的是让人家眼花缭乱 各种的情况都会发生 其实我自己本身就接到过电话 我老婆 接到了一个电话说 知道我某一天去立法院开会 所以要领开会的费用 所以叫我老婆去操作这个提款机 那我就很压抑说 的确我在那时候有去参加 连这样子的细节 他们都能够知掉 不过这也让我想很担心一点 是不是因为 我们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资讯 包括财税的资料 或身份资料 是在一些警察机关的也好 或者是在财税机关 或者一些什么信用卡的机关 而外泄的 那这样的情况 其实也可能会助长 这样子诈欺犯罪的完成 或者是一些受害 那居然像刚刚简律师讲 有那么多的这种 诈欺的犯罪的情况 那如果一般民众遇到了 第一个我们要怎么预防 第二个 如果真的被骗了 那我们要怎么办 刚刚主持人讲的也是 事实上我本人 也多次 不是只有一次 遇到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律师 就是说我们很多的资料 事实上都是 就是说很多资料 事实上都是公开的 包括你的事务所 还有你一些跟人家交易 换名片 很容易让一些资料 让一般人了解 但是我是跟各位听众 就是说我们 遇到这种案件 一定要先了解事实 今天如果说他电话 是用恐吓的 有些就是说 我刚刚跟大家说明过 就是说 如果说他是说要用 例如说你得罪某个人 要用断手断脚 你怎么样 因为他也不会讲得很具体 就一直骂 那你怎么样 而且他讲的内容都很真实 让你会信以为真 但我们觉得 我是觉得说 你一定要去报案 要一定要报案 这个当然你报案的同时 就是说因为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报案 然后跟警察机关起的一个联系 这是最重要的 那如果说是一般的 就是类似诈欺 他认为说 例如说他 就说你用假退费的方式 然后叫你 就是说 这个你要到银行去 汇款 或是说 那这种方式 我个人认为说 当然他会留电话 那个电话也许是假的 所以有些是认为说 你可以用104去查 不要直接根据他的电话 而且他有些 他也会有保证人 那你可以 因为保证人一般来讲 可能是律师 或是一边社会 比较有可信的人 那104都有 你用104来查 如果查得到 你如果说根据他的电话 那些电话也有可能都是假的 有可能都是联络的 所以类似这个样子 就是说基本上还是跟 我们跟警察配合 第二点就查明事实 这两点是最重要的 是是是 像我们一般遇到这种情况 以我们以前处理的一个经验 像有一些是 像简律师有讲到 有一些他跟你讲一些 投资的一些管道 或怎么样 做很多的不实的广告或宣传 那很多的大众呢 就信以为真去投资 那这种情况 其实有时候这种受骗案件 不是只有单一个案 是一个集体的 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其实就很多的民众 大家集合起来 去组了一些 比较有利的团体 或者是寻求律师 或者其他的法律的资源的协助 来进行一些法律上的一些救助 这可能对一个被害人来讲 也是蛮重要的 对 没错 那简律师 但是我们乍七谈了很多了 是 那现在讲一下 因为现在的情况 我们台湾现在酒 最驾车 其实也是会有很大的限制 对 那不过酒驾倒还蛮有趣 第一个 常常我们看在电视上来看 很多的认定标准不一样 是不是一定所谓 超过0.25或0.55 就一定是酒驾 那或者是说 酒驾了以后 他的处罚现在法院上 到底怎么认定 但我们不是鼓励 大家要去喝酒驾 我们绝对不鼓励 但是呢 这种情况 在司法实务上的判断 有怎样的特殊的状况 简律师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吗 所以说一般来讲 它是不是超过一定的一个浓度 基本上就是以测量 就是说 有一般都有浓度的一个测量剂 但是 我也听很多人讲 就是说 你要测量的时候 把这个车窗一定要打开 通风 不是 不是 我跟着你来 就是说 你如果说 他首先他要测量的时候 他一定会先问 有没有酒味 那你如果说 车窗打开 这个就没有酒味 那这个是提外的话 那一般来讲 就是说 有些法官的态度 他是说 先问你说 你喝了多少酒 然后有时候会在实际 硬做的时候 会让你去走路 那因为你会抗辩说 我那时候 因为法律的构成要件是说 不能安全驾驶 造成社会的危险 那我们实际上就 我们行政机关 基本上我们 就是有一定的测量值 但是这个测量值 除了符合测量值之外 法律规定 也要符合一定的不能 所谓的公共危险 那这个符合 这个有没有符合这个要件 还是有时候 法院 他有一些见解 有时候会叫你去走路 就是说你试走路 那有时候就是说 那个 因为证据已经完成 就是说他 已经发生的时候 已经在 跟法院判决的时候 已经超过了 所以时间又很难去判断 所以基本上这个是 实际上是 现在是这个 这个做法 是是是 我想他有很多的问题 可以讨论 那我们今天很谢谢简律师 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法律辅助 安心辅助 法律辅助基金会 法律执行的预约专线呢 是0233226666 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判断 感谢观看 搞得很帅 很薄 2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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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本节目是由国立空中大学及财团法人法律辅助基金会联合制作 法律辅助基金会是由司法院捐助成立 在全国设有多个分会 专门为弱势民众提供法律协助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 欢迎拨打法普会全国法律咨询预约专线 02-3322-6666 让法国会来帮助您